然後我要分享是爆炸後的冠冥合作 在事前發行陳報之後 由清北市消防局整理之下 後來由台北市政府公開這些資訊後 我們在短時間做了這個陳報查詢的系統 那個上犯的查詢系統 然後分享一下大戰經過就是說 其實就是有一個人寫了一個罪子圖詞 然後就Valk來做 然後其實你知道通常 Opens桌子的專案在前提製作的時候 都是一個人吃幹活幹幹的上三角色 然後就是進入到這邊 通常會有人做一些Buffies 然後通常一個人的 那個時候你站立通過兩天一夜 兩天一夜後就沒有站立了 站立後你就發現大家就要出來做了 那這邊之後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一些有人在做出查詢 來決斷存貢啊 紫隆就丟Sketch的檔案出來 然後這時候檔案 我就把它丟到我們的Click3號 然後就會大家都出來一起 來幫我們編集這個介面 然後就完成了 這是一個過程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經過這個過程後 會不會是政府發現 哇 社群好好用喔 所以他們就找開了一個 社群大亂鬥的活動 然後找了大家社群去追一些東西 然後提出了他未來的合作計畫 大家可以上來看一下這個黑客貝 然後簡單說就是說 他會希望以後 可能會有一些資料公開 然後社群合作以外 會聯合社群一起做栽培研演 對 那至於栽培研演什麼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來寫劇本 好 好 那機器量之後 台北市政府也開了一個 那個 GitHub的帳號 所以大家可以去watch一下 對 然後follow一下 那隨時都會看到一些 是隨行他們公開的一些data或什麼 然後據說如果你覺得有些data 在台北市政府拿不到塊 你可以在那邊開issue 他會列案處理 對 好 然後 再來就是真的要有行動嘛 所以我們最近 關另外一位是誰 就是我們都會去跑台北市政府資訊局 然後我們會去抓一些小的task的可以來做 跟最近那個高水產貼的那個 去市政府上班次也不太一樣 我們就是我們希望所有的案子 都可以在七天內解決 或者你可能是上廁所看看報紙的時間 就是coding一下就完成的東西 OK 然後 比方說像第一個東西 就可以看到現在的 他需要做一個 資訊局要做一個email內容產生器 OK 然後 像檢察局 他就說他要做軌跡分析系統的資訊 那我就說太好了 那你就先把那個巡邏的軌跡分析資訊先給我吧 對 然後像等等東西大家可以去報 那我們會繼續跟這些政府協調 然後去提供 看看我們要什麼需求 然後提供資料 然後我們就對待個黑黑黑站 然後可能會是一個長期的合作這樣子 那有些系統是從中間來的系統的調整 所以有些部件財委是不是也可以用 可能別的限制也可以用 所以未來可能可以照顧其他限制 對 好 好 這叫230 然後 基於那個 還有一點時間嘛 然後就跟他分享一下 那時候陳爆的一些LOG 其實陳爆這個用的使用嘛 不一定是我們台灣 其實像這個案子是中國的用戶 那我不知道他是台灣人還是真的中國人 然後 他其實他 我看到的官司還是他用拼音輸入法 OK 然後他可以快一點嗎 好 就是說他去打名字 然後打一打後 名字找不到後 他會發現 找到名字後 他會發現 然後發現找不到後 他就會打中國 他的知識之名 他打中國 他沒知識寫大陸 所以他就發現他要打大陸 好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item 就是可以搜尋 呃 就是其他國家的工人 那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 做專案的時候 記得要做一些LOG 謝謝 好 謝謝 我覺得 是